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李光珠 反正小便是因为RM而了解到他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 李光珠还是个在前辈们面前略显腼腆的综艺新人 节目录制的第一期就展现了被综艺之神眷顾的特殊体制 比如到他说话的时候雨突然越下越大变成了暴雨 自我介绍都没完整的介绍完自己 就匆匆结束了通过节目 也能看出李光珠实际真的很暖很有礼貌的大男孩 每次游戏都会在后面护着智晓帮他赶虫子 服气性 每次化妆换衣服补妆什么的 一定会礼貌腿非常的油烈 结出此之外 李光珠还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和宋仲基演的善良的男人 还有和赵银成合作的都有合作过 演技都很不错 总之李光珠就是个被综艺之神眷顾的 又高又暖又有礼貌又傻的大男孩 令人惋惜的是李光珠竟然和李先斌几年前就暗部陈仓音剧生情 一边工作一边谈恋爱 还真是事业爱情两不悟呢 你倒是到达人生巅峰粉丝们 可就集体失恋了 失恋的网友开始无聊到却挖人家女友的底 不过也能想得通自己老公被人抢走了 对方什么底细还能不给挖清楚 李先斌其实也是平民出手 曾经打工打到双手都是厚厚的简性格大方 唱歌也好听能作曲善甜词跳舞超给力 就连乐器也会一起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能歌善舞的姑娘 是靠演技才在韩国演艺圈生存下来虽然不红 但是给大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上的几个不错的综艺 综艺感很好 在这几个方面和咱们的中国景理杨超越还是蛮像的 甚至在面貌上也有几分相似杨超越的高贵 在于他知道自己农村出生却不掩饰 不自卑不做 我依旧努力向上李先斌也是杨超越和李先斌都是脸小头小 甜美可爱那种 他们的长相都不像普通人普通人 即使说他们是网红脸 那他们在网红中间一站 也一定是最亮眼的那个美人看皮也看过 他们两个这两点都很出色良者 也融合得很好 镜头下也几乎没死角 边工作边找女朋友粉丝集体失恋网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